记者萧亭芳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布局,民进党选对会左邀请立委姚文志与前副总统吕秀莲协调,并表示赶6日将举行证件发表会,预计萨日将提出复案。 对此,国民党台北市参选人丁守中金表示,虽然目前民调看起来是摇比较高,但老实说我的对手还是只有柯文哲,并再次强调自己曾续下的政治承诺,只要第二名就退出政坛。 丁守中金出席加州大关文教基金会举办的母爱战胜残疾颁奖记者会,并与前副总统吕秀莲同台。 两人一见面便礼貌性地握手寒暄,丁守访时先是笑说,前副总统吕秀莲长期是民主人权斗士,以前也有跟吕秀莲同台的经验,以前在学生时期做学生运动各方面都有接触,面对媒体询问两人民调结果,丁回,从目前掌握的资讯,目前好像要比较领先,但老实说我们对手还是柯文哲, 面对近期民调起伏,丁认为,民调起伏无所谓,重点是让北市市政提升。 丁更强调,自己过去曾许下政治诺言,北市长得票率第二名就要永远退出政坛,显仍坚持当初的许诺,自己在基层跑。 市民对北市市政与碧案现况都十分担忧,实际感受柯文哲的人气没有在网络,媒体上墙。